今年的4月20号是第13个联合国中文日 近日中国第8批赴南苏丹 猪八维和步兵营在连南苏团缓出区 开展学中文传友谊活动 活动现场维和步兵营性别观 利用黑板向当地的孩子们 讲授中文知识 孩子们围在一圈认真聆听 他们每天最开心的就是 跟中国维和官兵学习中文 在这里营区大门口就是课堂 维和官兵就是老师 教材就是大自然和世界内的一切物件 中国兰盔在执行维和任务的同时 用亲和力感染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其实很多当地人都想学习中文 但是没有条件 我们也正在和当地学校进行联系 打算让维和官兵走进课堂 用中文搭进起油耗交流的桥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